吴卓源在两个月前被拍到与朱宣扬的亲密互动 卷入感情风波 后来南方的政宫直接开战 让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他沉寂两个月后 近期动作频频 先是参与了校园演唱会 日前也透过社群发出了 在录音室唱歌的影片引起网友关注 从影片中可以看见他在录音室里唱着 就像傻瓜迷了路 话都说不出 有些事我只有自己才清楚 还以为找到幸福 结果全是错误 似乎想透过歌词 表达自己这段时间的心境 影片发出了短短三小时 就吸引破万人点赞 不少网友都大赞 吴卓源唱歌真的很好听 真的好久没听见了 终于等到他回来 纷纷为他叫他打气 但也有网友开三 有本事就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来写这种歌有什么用 fun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